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品头尾的讲究到 讲听讲讲讲理 大家好 欢迎来到出品头尾的讲究到 我是几人 上次我们讲到哪里呢 叫秦秦公跟他交换 他说你南主人台政府 你就要保家为国 所以他就就做出了 做出那种数项出来 那么少年人在人性当中的第一份的数项 到底是哪里呢 他又是怎么做出来呢 其实呢 这未来的这个海流现身哪里呢 他的第一份的数项 就跟这个海有关系 但是呢 在这城堡大城 有一个电子的海道违海向你 那里就出来十几句 讲的讲话 这兄弟要滚到他三千 他就说了 人家外海不能担心不担心不担心 人家要去健康力 才不去白白过一世人 你说是吗 那里就说了 我听说这海边有一个电子的海道 尾声的就是这个老海流 尼沙在做头 我们去跟他担心 送给这个江湖的伴随 还为白生来抵海了 这样不是 咱就说了吗 他才会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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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 他就会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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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 说你赢了 我告诉你 你看哪里真的是不怕死 这人看了 买了在骗骸的海浸当中 他叫这炮炮炮到肚子 也有发建设的拖振会见 真是用你说师父 那说到这个李先生 听到哪里这样说 他说好好好 来出头几条 这李先生就没说哪里所的 本来就是流远就说 所以这将来的堵路就绑下去了 想要知道下去 那里用陷的工夫 连传二十几条 这时钟 李先生开始闪下去了 就塞出怪桥 只看到他杜手挖这个银 杜手就在当中直接拆过去了 那里当铁子坡 本书就向杜边担出去 他的脚底就像这个机关工夫 突然被背起 弄他在半空当中踏出去 就让他踏到这个李先生的银子 李先生的银子 李先生的银子 李先生摆起来 他身对银子担到 吃过一堆杏狗 他就是骰杏狗的 所以杜狗就去 马上就把这个哪里的杜杆 把它把它扯进去 这哪里向右边就像 跳到这个李先生的银子 这一堆杏狗就像他一堆杏狗 这时候李先生的银子 一堆杏狗就又抬过来 那里大叫一声跳下来 在半空当中 当中就对空中就打下来 只听到银子 回归四射 你就看 这哪里的这个蟑螂 非常向何李先生 减化非常静妙 把这李先生的银子 把这李先生的银子 给了一分数的 没法来信仇 这时候 那里看到机会 这件就把这银子 下降落车 顺势 把李先生下降落车 李先生的银子 看到这老大李先生 已经漂亮了 大家四三早 只存了 李十几岗 这小头部 整个银子 请求这哪里 来做他的大王 哪里说 来来来 都站起来 来来去 来去江湖 来导演导演吧 没想到 这庄宝馆 这个高广馆 看到这哪里 拿到这个李先生的头 看到二十几岗 海道的小头部 来导演导演 他没有想象 哪里你有这么厉害 他就怕哪里 跟这海道套下 来攻占这个观想 所以他就解释这篇 哪里 哇出来 你很厉害 然后呢 携帮党 来看待 你拍银子 去哪里 去关火水 然后呢 靠着灯口 趴着死了 然后呢 先走 这个调定的 够在这本 过去 怎么跟这 李沙的海道 全部都会拨去 但到这哪里 走上去 就知道 他会有一个高官 骗去 好够呢 这五三櫃 这五三櫃 搞起了这 金针党模范 金针党的暗中 把这个国际 加在这里 这四櫃 都把它拨出来 收拾自己 嘿嘿 哪里都会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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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楼 既然是同帅青鸥 这到后来 他拨到这陈海前军 是一种 奉旨收货带王的配偶 到这托灯会见 立了建空 最后呢 做完最后的 好减体度 这种叫做 一个 极大的火箭 海流践行 在中国这些 军书里书生 他会非常出名 好 好 关于这帕渡前军 你的故事 要有很多很多 一后时间 我们继续说 那么让既然你 就参考到这